泄密罪,还有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这些本身来说呀,从条文上似乎是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但是分起来,就是有些法律的界定非常含糊 你说比如说煽动颠动,什么叫煽动,哪个界限,什么言论 没有一个,它一个严格的界限 什么言论是煽动,什么言论,是不是批评就是煽动 就是很难说,根据各种法官理解不同 像泄密,什么叫泄密,过去来说,唐山大地震 我赶上来说死了多少万人,当时你要说死了24万人 那你就是泄密,尤其你跟外国人说死了24万人 那就泄密,实际上,这是算秘密吗,今天可能就不算了 就是这个界定啊,如何这个法律上有严格的法律嘛 就严格的界定,什么叫秘密,不是说老百姓 刚才那个黑龙江听说,什么不顺老百姓,实际上不对 也涉及了很多老百姓,许多老百姓 像有些人披露了某些,有些人说所谓一些问题 当然说核心机密你不知道,但有许许多优异界限不清 它对老百姓也造成一些伤害 有些问题本来是自然灾害,死亡数字,伤亡数字 对某些问题网上可能传播一些东西 这个有人认为你泄密了 我想这个问题需要严格的界限,像我看过美国的新闻法 和其他国家都比较规范的非常明确 什么的言论属于犯罪,什么言论是不允许的 很界限,很清楚 你看什么叫秘密,什么叫国家秘密,什么叫泄密 我认为这些问题需要中国,科学发展官,什么叫科学发展官 科学发展官就用科学方法 不是自己想什么是秘密就是秘密 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这个说的我大部分都同意 因为这个含混,定义含混的问题 那么不确定的一些名词 那么很能够导致人们可能涉嫌的话 遭受到权益的损害 然后政府就可以按照这个不明确的这种定义 来加以指控,甚至于诉诸于法 那么谈到一个真正对国家机密 对国家安定造成威胁的 这是一个问题,当然要加以机密的这个确定 那么人们如果有泄密的话 当然是属于泄密的这个环 但是有的,比如说在四川大地震 比如说刚刚张先生也提到 唐山在1966年所发生的 1976年发生的这个唐山大地震 如果对于这个多少人死亡 加以泄露也都不能够泄密的话 这当然是个问题 因为真正的泄密是真正对于机密泄露以后 威胁了国家的这个机密 因此刚刚张先生提的很好 要对这些要加以严格的界定 怎么样划一个界限 什么叫做国家机密 什么是不是国家的避命 刚才河北这位张先生也提到 刚才你也提到 就是对一些自然灾害造成的伤亡数字等等 像刚才的张先生提到唐山的地震 你提到四川的地震 另外还包括一些大规模的流行病的疫情 比如说艾滋病在中国 在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2003年之前 中国政府都从来没有公开正式的承认 中国的艾滋病的这样的真实的疫情 那么有许多医务工作者 一些活动人士 就是因为向外国媒体 透露了中国艾滋病的一些情况 特别是向河南 因为输血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 而被当局以泄露 以某种罪名而关押或者等等 在您看来 经过了这些年以后 现在中国在这些方面的信息 做得怎么样 是不是说已经把这些方面的信息 已经不再视作是所谓国家机密了 我认为对于现在这个信息 在中国这个 在广大的信息 在中国能够透过各种方式 能够使得民众知道 今天跟10年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比如说在四川大理政 有多少的儿童的死亡 那么如果这种信息 被国家认为这是不易于向外透露的话 而也把它当作国家的机密的话 不允许人们来加以这个讨论 那么这个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一个问题 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这些情况 人民是不是能够能够取得更多的信息 而且能够加以讨论的这个问题 政府我认为应该要 当然要考虑这个问题 对于政府 对某些议题 认为对国家造成一种困窘 尴尬的情况 是要怎么样处理 来让老百姓来加以讨论 或者不来讨论 有的新闻从业员 他们在这种情况下 认为要维护人们能够知道情况的权利 结果很多记者就被这个指控 实际上这是属于新闻媒体 他们的向人民提供信息 是他们的一部分责任 但是他们被指控了 甚至于省政与法 所以对于信息的这个传递 跟信息的控制 政府应该加以好好的处理 在您看来这次中国政府 对今年开始流行的这个假型 H1N1流感这个疫情的信息 这方面处理的怎么样 我认为是比以前处理的好 尤其是我们在过去看到一些影响到公共健康 公共卫生的一些大问题 现在的处理已经取得了进步 政府认为也要把公共的关系处理得好 也要注意到这种公共卫生的问题 应该要提供对于受感染的人提供医疗的救助 在这方面来讲 我觉得一方面是取得了政部 但是对于这个疫情跟它的这个真正造成的原因 以及这种病菌的这个分析 也应该向民众能够传递 要保持公共卫生 大家注意到这些问题 而且要用这个疫检的问题来保护公共的安全 如果这个病菌是由外国来的话 也应该好好的研究 而且要对于这个人民负责 我们现在还有一位是广西的观众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广西李先生 我觉得政府规定这个保密法是 对于一般民众的一种自行权 不给他们知道这种规定 我觉得公民应该有他的自行权 比如文国那些资料 去中国30年以前的那些 以前的历史很多人去